前几天 一位朋友对我哭诉 她和丈夫是大学同窗 相恋八年才结束爱情长跑 婚后有一儿一女 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女人 直到有一天 无意中从她的手机聊天记录里 发现她在外面有情人 已经整整三年 她说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之间的感情 没想到最后输得这么惨 再也不敢相信爱情了 我理解她的崩溃 却并不认同她对爱情的一票否决 人生之路难免有坎坷 有些事情自己无法把握 遭遇情感背叛证明 你没有遇到对的人 一蹶不振 只能在悲伤和后悔中沉沦 痛定思痛 你还是要相信爱情的 万一 下一次就遇到了呢 张小贤说 时间 可以了解爱情 可以证明爱情 也可以推翻爱情 是啊 所谓日久见人心 这世间最能用来检验爱情的 唯有时间 就像我最近读到的一首情诗 诗本身没有那么动人 它背后的故事 却让人泪奔 故事要从55年前开始说起 那时 她和她都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书 一次理发店里的偶遇 让他们由陌生到相识 那个年代的爱情 是羞涩的 在默默爱慕了她三年之后 她才把一封表白信 叠得小小的 悄悄塞到了她的手中 当时 她紧张得手心出汗 没好意思 当面打开 直到回家的公交车上 才借着灯光 匆匆看了一下 回到家 又仔细看了几遍 每一次都看得脸红心跳 他们的恋情 得到了父母的祝福 新婚之后 却因为工作原因 年轻的小夫妻 不得不分居两地 以为不过是暂时的过渡 哪知无法相守的日子 一过就是八年 那时 他们能够表达相思之情的 唯有书信 两人约定三天 给对方写一封信 而他总是在 每一封信的最后 附上一首自己写的小诗 字里行间 全是对他的思念和惦记 在那个物质贫瘠的年代 这样的情诗 就是最浪漫的礼物 生活的结局 柴米油盐的琐碎 其实都挡不住 彼此相爱的幸福 这个世界 其实并不缺少美丽的情诗 甜言蜜语 谁都会说上几句 关键 还是要看两个字 行动 他对妻子的爱 绝不仅仅是写在纸上 挂在嘴边的那种 他爱美 喜欢穿裙子 但当时连吃饱饭都是难题 哪有多余的钱买新衣服 有一次 他的一条裙子 因为穿了太久 变得又破又旧 他想买一条新裙子 结果两年都没买成 这件事 他倒没有多么在意 但是他一直记在心里 觉得对他很愧疚 后来 有一年 他们终于想办法 攒了一点钱 当时正在流行中式的棉袄照衫 他买了灰颜色的布料回来 家里没有缝纫机 他又急于想让他穿上新衣服 干脆就自己笔划着做 费了很多功夫 居然给他做了一件 也给自己做了一件 这 大概是那个年代最好的情侣装了吧 朋友们都惊呆了 你 居然还会这一手 原来 有时候 一个人真心想要宠爱另一个人 真的可以无所不能 时光荏苒 岁月无情 在他们相濡以沫 携手步入晚年 本可以尽情享受夕阳红石 他先后患上了帕金森 糖尿病和关心病 曾一直备受丈夫宠爱的他 此刻成了对方最大的支柱 他有拐杖 但是几乎从来不用 每天都由他扶着出去散步 他对他说 你就是我的拐杖啊 他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 说不出话来 但是会握着他的手打电报 只为告诉他 我爱你 他用同样的方式回答 我也是 就在几个月前 79岁的他 黯然去世 对于相爱相守了一辈子的老夫妻来说 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 你若先行 孤独的我 如何是好 他经历了人生最黯淡的时光 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绝望 一天 他打起精神 整理家中的物品 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面 他那熟悉的字体 让他顿时潸然泪下 亲爱的 你不用到处把我寻找 漫天灿烂的彩霞 是我给你的祝福 露珠闪烁的鲜花 是我对你的微笑 雨打窗铃劈啪响 那是我向你亲切问好 这首诗写于十九年前 当时病情严重 几乎进入弥留之际的他 唯恐自己离去之后 老伴过于悲伤 于是挣扎着悄悄写下了这首诗 幸运的是 那一次 他没有走 如今 他却真的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不想辜负他的身情 捧着纸条 在心里反复对他说 我知道 你最希望我过好每一天 一切安然 你在天上看着我 吃好饭睡好觉 我不会沉沦 不能懈怠 我要充实起来 快乐起来 将来还要实现我们的共同心愿 出版一本合集 相恋相守五十五年 从情诗到拐杖 时光里的点点滴滴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爱 陪伴是最长情的道白 当我活着的时候 有爱人相伴的每一天 都是最好的时光 我们一起走过很多很多的路 我们也一起吃过很多很多的苦 我尝试着听你喜欢的歌 你尝试着穿上我亲手缝制的衣服 天冷时 你曾为我加衣 下雨时我曾为你撑伞 我为你唱歌时 你不曾挑剔 我的五音不全 你为我写诗时 我不曾嫌弃 你的语言乏味 我落魄时 你仍然对我热情相迎 你沮丧时 我给你温暖的拥抱 我能爱你时 你也爱着我 有一天 我不在了 不能爱你了 请你一定要答应 在余生的每一天 替我好好爱你 好好活着 这就是爱情 爱情不是人生的唯一 但是人生的路上有了爱情 就像春天拥有了花朵 它会伴你一路走来 也一路盛开 不要再怀疑那么多了 爱情 不是等你遇到了 才去相信 而是你相信爱情 才会遇见爱情 大家觉得 今天的故事怎么样 喜欢或者不喜欢 都请留下你们的跟帖 也可以看看 有没有触动到你们的地方呢 要是有意见 或者投稿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的 小编会认真看的 祝你们天天开心 本内容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